我跟又婷都很好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和小孩子长大 然后谢谢大家关心 那我们都很好 我昨天刚回来一下飞机 我就去大职找他们 他们现在住在大职 我一个人住在原本的家 那我知道又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 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是尊重的 但是我们两个赋予小朋友的爱 是不会改变的 那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改变 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 但我们其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真的谢谢你们关心 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朋友的朋友 她那一天告诉我说 你要台北电影节了 怎么会这样 我跟她说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去面对 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个性很低调的人 真的很低调 就是我觉得私生活这个部分 好像不应该去影响到公众的事情 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做事情的标准 那我谢谢大家关心 然后虽然我跟又婷已经分开了 但我们会一起好好的照顾小孩 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 谢谢高优 谢谢你 一千位观众一起看世界首领 好 先谢谢台北电影节 邀请成功比起班做比目片 真的非常感谢 让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副功的机会 再来就是9月22号 我们会在全台上映 然后中间会有915到9月中会有一些适应 那到时候再邀请大家来观赏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接下来是电子联防部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